持续来关心中研院院长汪启慧 涉谈丑闻现在传出了案外案 因为除了浩鼎案之外 检调现在还查出 中研院曾经打算把这个技术 寄转给尹眼良和张念慈合资的润亚生计 甚至在定案之前 汪启慧就让润亚人员来参观中研院的实验室 怀疑技术外流涉及背信 巧合的是这润亚科技 还是预备生产浩鼎疫苗的基地 尹眼良、张念慈夫妇联内出席 2013年润亚生计动土典礼 当时连新竹县长邱敬纯 都来竹北生意园区站台 不过现在检调发现 翁启慧除了浩鼎案 润亚生计也被牵扯其中 又查发现 银眼良除了转让3000张股票 给翁启慧女儿之外 2010年跟2014年 中研院计转给浩鼎 董事长张念慈双方疑似私自相售股票 同时翁启慧也将中研院的专利内容实验室 供润亚生计参观 恐惠技术外流 涉及背信 而这间润亚生计 就是张念慈跟银眼良合资 张的妻子还是董事长 银眼良投资浩鼎润亚 特别的是润亚更是生产浩鼎疫苗的基地 就像是铁三角一样密不可分 以职务上之行为 好为家父 说受浩鼎公司股票 不法财务之情势 故亦将被告三人 正列为贪污治罪条例被告 欧启慧涉及背信贪污罪 但讯问时配合调查 仅被限制出境 反观张念慈跟财务长江岁芬 两人在证实上互相维护 被以100万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 从浩鼎案到润亚生计再报案外案 也让外界一片哗然 记者陈林威台副台北报道